先幫我做一個簡單的 一個課前的問卷 第一個讓我知道一下你的程度 是高階、進階、入門 我大概初步啦 因為有時候最怕怎麼樣 我上課 上得太簡單 好像底下也沒辦法 上得太難 也還是 最好是大家的程度是統一的 不過不可能是這樣的 大家都統一 那我至少要知道說 在座的 可能老師啦 或者是同人 或者是同學 的程度大概落在哪邊 那我可能在待會的那個內容 稍微調整一下 速度可能 也許加快放慢 這個可能針對大家的程度 那第二個的話 因為Excel裡面其實最重要的核心 其實就是函數啦 也就是說你如果假設裡面的函數 你懂得有限的話 那不要說你很會Excel 其實當然一定是騙人的 所以當然你要知道說 Excel裡面它有幾個函數 那這個問題的話 答案其實 想想看有多少個 OK 其實一個函數就等於是 一個解決方案 也就是說你可以解決一個問題 那你想說 老師那那個 以這個函數都可以辦得到 那為什麼要什麼VBA 給VBA 意思是說函數做不到的事情 那你就可以用VBA把它變出來 它可以讓你什麼 它有一個所謂的制定函數的功能 也就是說你可以什麼 自己去定義你要的函數的內容 當然前提就是你可能要知道這個VBA程式 就是該如何撰寫 當然我們今天課程 也許我會給一個Sample 那當然如果你學過的 你就是照著寫寫看 那如果沒寫過沒關係啦 至少會複製貼上吧 OK 看得懂修改 這樣就OK啦 我覺得其實也不是每個人都是資訊背景的 所以沒關係 因為我發現來修上我的課的 那個學生很多其實都完全沒寫過程式 那突然間叫你寫程式 簡直就是把你考倒了 對不對 而且每個人痛苦得要命 所以我說沒關係 你放輕鬆 先聽懂再說 然後知道那個什麼程式在哪邊 以後會Ctrl C Ctrl V 再修改就可以了 發現這個方法還蠻不錯的 因為至少他會慢慢有成就感 那工作上他就會盡可能的知道該怎麼用 然後慢慢的知道說 原來這東西效率這麼高 真的是天差地別 就是說你會跟不會 一個事情可能要重複做 每天都做 但是到最後你根本做一次 執行程式一個按鈕就結束的事情的話 那當然你一定會愛上它 所以你一定不可能再跟以前一樣走回頭路了 那可是要怎麼做到這一點 不過跟各位講 這一條路絕對是有點專業的 那專業意思就是說 不可能馬上就學會了 需要一點時間 多久可能要看 不過常常同學會說 老師要多久才能學得會 其實前提就是你的資質 對不對 那我怎麼知道你的資質 有的人很聰明嘛 對不對 有遇過那個很厲害 真的 高職深吧 他看程式幾乎全部背起來 一眼看過去 全部程式 打沒有錯 我簡直嚇壞了 哇 簡直是天才 然後他把很多時間都拿來打遊戲 他爸媽覺得不OK 所以就送來上課 突然發現他把打遊戲的時間 拿來寫程式 哇 簡直是 太好了 他馬上變成一個什麼 程式的達人了 有沒有 然後呢 到業界之後發展的其實相當好 等於他找到他的興趣了 就是他把那個打遊戲 因為打怪你怎麼打 打厲害在經驗值再高 你就是這樣一直不斷在重複那些東西 而且打遊戲再厲害又能怎麼樣 除非你去當怎麼直播主啦 不過也不能這樣講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打遊戲 我也常常不能理解 因為我覺得你在浪費時間 但他覺得OK啦 對 但我覺得你可以慢慢轉移啦 OK把那個力氣轉移到 可能對於你未來生活跟工作上 很有幫助的程式設計上面 那何樂而不為 可是還是需要一點點的時間吧 我覺得啦 所以待會也許請各位幫我知道一下 這個又 有嗎 這個 對 那一個 這個 對 這個 還有 又跳掉了 喔 有 OK好 那 再來另外的話 你比較想要有興趣的部分 當然我剛剛提到啦 其實以Sail當然就包含從上到下 我跟你講 我大概列舉了 其實我從我能力可以想到的 就是 E-Sail其實從簡單到最 最進階的 目前來說 大概有這個CEA項目 從入門解說 入門應該大家都會吧 輸入 輸入公式這個應該也沒問題吧 然後再來就基本函數這個應該 Sum啦 Average啦有沒有 或者Mini 這個Max 這個應該都會 然後呢 再來高階 可能很重要 但是你不會的函數 或者是到VBA制定 因為什麼VBA我剛剛講過 因為 E-Sail裡面提供了非常多的函數 但是很多其實是沒有的 那沒有怎麼辦 沒有的話你土法鏈鋼嗎 我跟你講土法鏈鋼真的很要命 而且現在因為大數據時代來臨 所以所有的東西慢慢都變成大數據了 那什麼叫大數據啦 其實我自己看很多書裡面的定義都不一樣 不過有一個地方是大概差不多的 就是你不能用人工處理的資料量 也許我們就可以稱為它是一個大數據 不過後來我看一本書 它有別的說法 它說大數據是超過E-Sail能夠做的能力 就是大數據 不過我覺得啦 以目前來看啦 它人工這個不能處理的應該是 已經是還是優先的啦 也就是說你以前用人工 反覆在處理事情的部分 現在也許你可以慢慢改成怎麼樣 就是用那個程式的部分 那程式厲害的地方 我是覺得啦 第一個它有回圈 什麼叫回圈 就是你重複做的事情 你就可以用回圈 第二個你要重複做什麼 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東西應該放哪邊 什麼東西應該放哪邊 那這裡面的話就是會有 一幅的 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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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它重複跑完之後 結果就自動幫你 放在你想放的那個欄位裡面 那這樣速度呢 絕對是飛快 那如果你用人工的話 變成你要用你的眼睛加上你的大腦 加上你的手指頭 在那邊敲滑鼠鍵盤 那當然比起來的話 絕對效率是高很多 尤其像現在很多資料都放在網頁雲端上面 或者放在系統裡面 資料庫等等會出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必須要重複一直爬這個資料 那現在的話 當然我們就用爬蟲的方式 有沒有 把資料爬到Excel 然後讓它自動去處理 處理完之後 自動也許繪製一些圖報表 那就OK了嘛 對不對 每天的事情 也許一個早上的事情 你按一個按鈕 就搞定了 OK 那你剩下的時間可以做什麼 對 很多可以做嘛 慢慢吃早餐啊 回個信啊 有沒有 聊個天啊 吃個等等 那這個當然也是 現在有一些學生 他們的現狀 會跟不會其實有兩樣情 一個是 每天都忙得要死 到下班還忙不完 那有的是閒到不行 還一直跟我講說 老師 我的工作實在是覺得沒有成就感 因為太簡單了 那我應該怎麼辦 對不對 那你應該怎麼辦 對 這是我自己內心想 當然你可以選擇 要不然你就跳 跳槽嘛 你就找那個 更符合你的專業的工作嘛 要不然就是說 你問一下你主管 能不能升籤 就是說能夠找 那當然之前我知道外商公司 他們還蠻人性化 就是直接把那個人 掉 因為他會這方面的東西 那部門所有人都需要這個技能 所以他就掉起來 變另外一個小team的一個leader 然後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說 協助大家都會使用程式的方式 解決工作上的問題 並且把他的薪資調高double 其實我覺得double 大家你想說 好佛心其實沒有啦 因為他工作也是double 對不對 但是他覺得很有成就感 所以他一直覺得 哇 他一直跟我講說 老師這實在太棒了 他覺得再累 我看得出來其實他是很累 但是他在很累的情況下 是很累的情況下還微笑著 OK 很累的微笑 你知道這心情嗎 有的是 有的人是 就是即便是很輕鬆 但是他不會覺得很快樂 反正就是一種成就感 那我是覺得學習一個東西 這必然性 因為未來的這種趨勢發展 大數據雲端跟AI 或者AIOT等等的 這種趨勢已經不可能回頭了 你不可能說現在什麼東西不要用 對不對 而且現在也不可能說 要回到原始時代 你看現在突然停電的話怎麼辦 假如說停個五分鐘 你都哇